噢噢 那是青蛛蛇啊 也是我的小 天啊 天啊 救命啊 這什麼路啊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一二七了 心都換雷了 天啊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位於宜蘭礁溪的 林美石盤步道 這個步道之所以叫林美石盤步道 是因為這裡是林美村 而石盤指的就是步道的最高點石盤瀑布 然後我們從宜蘭市區開車過來 大概20分鐘左右的時間 在入口處有一個擺水果攤的老闆 他說走完這一整個步道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而且我看到很多家長帶小朋友來 感覺應該是一個很適合親子一起來的 比較輕鬆一點的步道吧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草南湖的觀景平台 你看這個湖這個天氣是不是太好了 然後我們剛才走過來的路上 旁邊就是高爾夫球場 沿路就是上面都會有網子 以防小白球飛過來的時候 不小心打到我們遊客的頭 你看這個湖超美 感覺很適合在這裡踩天鵝船耶 那我們就準備去走步道吧 Go 聽說這個步道風景優美 還有宜蘭小太魯閣的稱號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Go Go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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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輕鬆屎嗎 對 哦快到了 這裡是步道的正式入口 也是整個步道唯一有廁所的地方 記得先使用完再進去 步道全長約1.7公里 是一個歐形的環狀路線 這邊應該以前有在運輸木材吧 然後因為以前就是山上沒有什麼道路比較難運 他們就在下面鋪這個枕木 然後讓它這樣滾 其實可以整滴一點 我會弄很累 路很平緩好走 屬於親子等級 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來玩 因為步道是沿著得子口溪而建的 而且沿路都有樹蔭 還可以看到很多小瀑布 很適合夏天來 那我們去開店吧 可以移動人物 在每個街上肯定的活動 不嘴巴 在賭到的地上 有加上渡線的豬 可是在鷹裡 這個圖到的地上真的很難 所以真的很厲害 聽到這個水聲嗎 好像很涼 涼完水 從登山口走到這邊大概半小時 就可以來到明美食潭步道最美的這一座橋了 你看在那邊 它本來是木頭蓋的 現在已經改成鐵橋了 加上圓拱造型 是不是跟這裡很搭呢 這裡因為造山運動的關係 所以形成這個U型的峽谷 超美 難怪會被稱為是宜蘭的小泰魯河 這個瀑布的聲音是不是很療癒 好多人在玩水 我們待會去拆拆水好了 這個地方是屌蘭的小泰魯河 會變得凝固 好多人在這裏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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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腿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瀑布 我们现在来到石潭瀑布的官库平台 你知道石潭瀑布为什么要取名叫石潭瀑布吗 因为它的瀑布最上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岩石 大概有300平那么大 然后它的质地呢是一个古老坚硬的材质叫四龙砂岩 所以才取名叫石潭瀑布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瀑布的水气这样子噴上来 然后跟森林里面的瀑布因结合 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副瀑布 对身体很好哦 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好 丁获土 快速通过 快速 蝴蝶 好终于我的球 天 哦 到1.1k了 这个热带好多 就是有一种热带的 舒服 摩蝶出現 摩蝶出現 你做一下蝦腰過去嗎? 蝦腰過去嗎? 蝦腰過去 蝦腰過去 好可怕 這樣是臉碰到欸 內運的十字路口 左邊是往石坦步道 我要去越美噴浦步 右邊 往越美噴浦 水很大 超美的 感覺那裡可以去游泳 蝦腰過去 看起來好不像喔 道路 蜜莖探險區 GOGO 這什麼露捏 這有露嗎? 有狀嗎? 走走路要走路 你怎樣 這裡 好多嚇一跳 10 15分鐘 上面要透過一點水 15分鐘 HELLO 經過剛才已經從瀑布回來的原因 所以我們衝爆 目前在15分鐘左右可以到 那邊要涉水的地方 很滑 要小心 然後它就滑倒了 天難賺 救命啦 這什麼路 哎呀 我現在累進了千辛萬苦 差點摔下千元 終於來到月眉坑瀑布 月眉坑瀑布可以說是宜蘭礁溪的秘境 很多人來這裡溯溪 想要看到月眉坑瀑布的全貌 要先通過淺龍峽 不想走水屋的話 要沿著山壁攀繩通過 岩石濕滑很容易滑倒 涉水通過也千萬要小心注意安全 啊 我都不知道 射醒127 命都換來了 天啊 絕難說 月眉坑瀑布是少見的蓮木式瀑布 高約30公尺 非常壯觀 他非常的壯觀 但是來個路上實在是太危險了 所以大家要來的話 要找專業的照片 在這邊拍照相機可要有防水功能哦 腹部的水氣不斷噴到臉上 非常涼快 好像來到仙境一樣 看到這麼多美景 真是覺得心情非常的好 希望你也有一樣的感受哦 不讓我看頭